第十六章 忠于基督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这重点 我们必须仔细探讨 你应该还记得这些事实 有两个人同时欠了一位债主的钱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 两人都无力还债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 告诉他们所欠的债 以一笔勾销 主耶稣据此问西门 这两个人那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主耶稣回答 你断得不错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可能毫不犹豫地主张 主耶稣的教训是 那些犯了较多罪的人 由于被赦免的罪也多 必定比那些只犯一点罪的人更爱神 他们认为罪大恶极的人 对所获得的救恩 一定深怀感激 远生的一些一向品格端正 奉公守法之辈 他们认定前者不但需要较多的赦免 而且也领受了较多的宽数 一个是五十两 一个是五两 他们也认为犯暴力罪的人 必然比自由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人 表达了更多的感激和爱 换句话说 他们指望向那妇女一类的人 对神的爱更多过向西门一类的人 因为他一向声名狼藉 而西门始终是一个善良 正直 道德高尚的人 这里有一个更矫决之处 就是常常有人认为 并非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 酗酒 赌博 灭气之辈当然需要 但德高望重之人却无此必要 显然第一类人必须做彻头彻尾的改变 其变化远多过第二类人 他们说 在贫民窟和浪荡子当中传讲旧恩 坚持悔改是绝对必要的 至于经常上教会的人 他们只需要一些教导和知识就够了 这却与主耶稣的教导大相径庭 因为这个比喻的目的不是替西门的缺乏爱心辩护 或解释为什么他的爱少于那夫人 反而是在责备西门 指出他对罪的观点多么错误 这必然是耶稣的用意 不然我们就等于声称主耶稣教导说 作恶也有好处 去爱神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多犯罪 当然这论调是荒谬的 否则主耶稣自己对神的爱 就必远远少于那些作恶多端 急需神赦免的人 不 这种虞误绝对不值一提 这也是西门和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 他们只凭人犯罪的数量 或表面上犯罪的程度来判断人 他和城里的居民只不过因某一项罪 就异口同声地谴责那夫人 他是罪人 他们却不是 为什么 只不过因他所犯的罪之性质不同 但主耶稣在他每一处教训中 都责备这一类思想 他实际上告诉法利赛人和那些好人 税吏和妓女比他们还容易上天堂 他处处强调 不论那一类人都同样需要赦免和救恩 有人问 那么比喻中的五两银子和五十两银子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主耶稣为什么提出这种对比呢 答案很简单 这里的两个数目不仅指出需要本身 而且也显示两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让我们来看比喻中的两种人 这里的教训是 重点不在我们犯罪的多寡 而在我们陷于罪中的光景和处境 在这方面 我们都如出一辙 有人会辩称 你不是指众人都一样 都犯了同样的罪吧 不 这不是我的意思 我要表达的是 追根究底说来 这些并无差别 使人成为罪人的 不是罪的数量 而是陷入罪中的光景 想要犯罪的欲望 和倾向犯罪的本性 此处是绝佳的例证 这里有两个人 都欠了别人的债 两人都可能因此锒铛下雨 但两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赦免 他们彼此并无分别 你说 那么五十两和五两银子 又怎么办呢 这根本无关紧要 欠五两银子的那人 和欠五十两的并无区别 欠五两银子的 依旧是欠债者 虽然他的债务较轻 但这并不能使他变得富有 他们两人都是身无寸闻 一贫如洗 即使只欠五两银子 也足以使他下奸 虽然他欠得少 但他和另一个人 获得赦免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两人的立场无分宣指 你可以在五两银子 和五十两银子上大作文章 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 这本身一无意义 两人的光景毫无区别 这是主耶稣的回答 他们只有在明白自己的处境上有差异 你能明白吗 从某一方面说 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 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救主的人 才能找到他 找到他荣耀的救恩 你是否对他心存感激 你爱他吗 答案若是否定的 原因何在 你觉得自己需要他吗 你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罪恶光景吗 或者你仍然用某些特别的罪 或犯罪的数量 去与别人比较 难道你看不出 这正是耶稣基督所谴责的错误 譬如一个孩子有一本洁白的练习簿 他一步小心 在上面滴了一滴墨水 你说 这有什么关系 但孩子清楚得很 这一小块污点破坏了整本步子 这和污迹斑斑没有差别 再拿园艺展的情形为例 乔那里苹果多么悦目 一定能夺得首奖 他的色泽和形状都近乎完美 但他最后却为获奖 为什么 因他有一个小瑕疵 不过是一块极为小的部分腐烂了 你必须把它翻转过来才能发觉 但这逃不过裁判的眼睛 或者一只戏出名门的种马 出身世家 昂首挺胸 姿势优雅 但驼却未获得任何奖牌 甚至敬陪莫作 原因何在 只因驼一只脚稍有缺陷 乍看之下很难发现 但它确实存在 这表示 驼可能将此缺点遗传给后代 仅仅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 但兽一眼就看穿了 这足以使驼名落孙山 我何必再多说呢 人类对细微的瑕疵非常在意 敏感 如果人类的判断尚且如此锐利 更何况神呢 他已经在律法中告诉我们比赛的条件 他已指出他的期许 盼望和要求 你是否符合他的条件 你说 我犯的罪不多 比起某某人 这实在算不得什么 我从未坐监犯科 确实 依我看来 我距离完美之境并不远呢 对这种人 雅各的回答是 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连苹果和种马都被要求完美无缺 更何况万物之灵 满带着神恩赐何其许的人类呢 全能的神将人创造的极为完美 他也要求人保持完美的状态 他所要求的是一张绝对洁白的纸 一个污点和一百个污点无分宣制 只要一处瑕疵和缺陷就足以前功尽弃 使徒保罗在苦心故意地追求完美生活之后下结论说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不论你的记录上是污点斑斑 或只有寥寥几处缺陷 你都是罪人 欠下了债 你一生中即使只犯过一次罪 你仍然无法擦掉它 或赔偿它 或除掉它 你或许会这样辩解 若只有一个污点 那当然容易处理 如果太多就另当别论了 但这里不过是一处污点 拿橡皮擦来 你真的能涂抹掉吗 或许你可以擦掉大部分的墨痕 但留下的印子 或粗糙的表面 或不规则的地方仍然存在 你永远无法再恢复那张白纸原先的面貌 你不可能在切掉苹果一小块腐烂之处时 不留下任何痕迹 你不可能彻底除掉肿码脚骨上的缺陷 若真能做到 将会造成多么迥异的结果啊 人类从未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他们穷尽心力 试过各式各样的策略和方法 他们试着用蜡来填补空隙 也试过用假期 在企图掩饰这些细小的过失和瑕疵上 人类已将其天分和创造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或许这能蒙混外行人 但却骗不了专家 你如何对待你的罪 或许你认为和别人相比 你的罪实在微乎其微 不足道也 不错 但你能除去这些罪吗 你可以与罪和平共存吗 你真觉得你的记录很清白吗 你是否快乐 你能遮盖罪吗 你或许已弃绝某种罪 也做了不少善功 但你的愧疚感能烟消云散吗 你真的感觉焕然一新吗 你若是聪明人 就干脆承认吧 你不仅和其他人一样欠了罪债 而且也和他们一样毫无还债的能力 你无法澄清你的记录 也不能取悦身 你一切行动和好行为 都不能补偿你对他造成的伤害于万一 你欠了他的债 破坏了他的律法 你与他遥遥相隔 找不到和好之道 你站在审判官面前 不论如何为自己辩解 都难逃定罪一途 因为竞赛的规则一目了然 一旦犯规 不论大小 都必须立刻出具 你来到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面前时 是否知道这规则 既然知道这是你的处境 你真的认为自己 有资格与他同作息 可以仔细端详他 听他说话 你注视着他 想到他完美的记录 并且知道没有人能找出他的罪 这时你仍然觉得 可以用冷淡疏远的态度 接近他吗 带着毁罪的眼泪 俯伏在他脚前吧 聆听他说什么 把他的话语当食物吃下 一个定罪的人是 无法去审判别人的 把你自己完全投向他的怜悯 接受他的每一句话 只有那些深深领悟到 自己的失败和需要的人 才能领受他的祝福 就如同比喻中那个妇人一样 二 另外一个条件是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我们自己的观点 和对救恩的看法是正确的 当然这与前一点密切相关 此处西门和那妇人 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西门对救恩的观点 反映了他对罪 对自己的观点 那妇人在来到基督那里 聆听基督的话之前 对救恩毫无概念 他听过法利赛人的长篇大论 都是对他的谴责 他知道自己义无盼望 因为法利赛人的观点是 人必须靠遵守律法 进食 行善等方式来赢得救恩 他一向也不合格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西门并不觉得需要基督 因为他自认表现不错 他的生活有条有理 我们也可能有同感 好人看不见有接受基督的必要 所以也不会去爱耶稣基督 不觉得他有何亏欠 但一个人若看出自己有罪 反应就会有天渊之别 他知道一点点小差错 就足以使人永远沉沦 与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一样 他意识到自己债态高筑 却身无分文 永远无力偿债 于是他开始向主呼救 他就向那个妇人 体会到自己有迫在眉睫的需要 基督论及这种人时 所说的话是何等甜美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人的债 他们接受同样的待遇 但看看主耶稣怎么说 他们都陷入绝境 一贫如洗 而且束手无策 眼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但感谢神 他既然赦免了他们 救恩不是我们靠自己去迎娶 而是神儿子亲自为我们成就的 他已完成了救恩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为罪人死 我们负不起的 他代替我们父亲了 救恩纯粹是他的工作 若不透过他 我们就只有灭亡意图 你难道不渴望 俯伏在他面前 亲吻他的脚 用喜乐的泪水为他洗脚 并抹上香膏 再来观察他成就救恩的方式 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开恩 一资多么荣耀 不单单只白白施恩 也透露了这样做的方式 他满有恩典和吸引力 此处对律法 只字为题 债主并未对那两个欠债的人说 我要采取公平待遇 赦免你们同样数量的罪 也就是说 你欠我五两银子 现在可以自由离去 你欠我五十两银子 那么我宽免你五两 你还欠我四十五两 所以你还是得待在监狱里 不 这是人类根据罪的数量 来计算赦免的方式 这不是主的方式 它乃是白白赐下荣耀的恩典 它考虑的不是罪的多挂 而是罪的光景 那两人都是罪人 都现在同样光景当中 所以它开恩赦免他们 两人的债都一笔勾销了 都可以自由离去 它并未替那个欠债较多的人定下 额外的条件 这赦免是完整的 没有任何条件 将来也不必分期偿还 两人都得了自由 都有相同的光明未来 他们在狱中处境相同 如今出了监狱也一无区别 那个被称为罪人的妇人和神所有的儿女 和那些外表上 身受敬重的人一样 获得了赦免 他也和别人一样 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 但我必须再次打住 如今你不会再对他的行动感到惊讶了 他的表现和西门截然不同 他知道自己是罪人 生活充满烦恼和不安 他感到失丧 绝望 对生活特别是对死亡 和死后要面对神的事实 充满了恐惧 他知道自己对此一筹莫展 然后他听见这位教师向他保证 神能在基督里白白赦免他 接纳他 赐他新生命 他对整个救恩运作的方式毫无概念 他不知道神赦免 他是因为基督已经代表他死 担当了他的罪 他只知道信靠耶稣 他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 他无法做到的 耶稣为他成就了 他解决了他的问题 除去他的重担 但愿你今天就在灵魂深处 带着你的软弱 惧怕 隐秘的羞耻来面对主 让他告诉你 他以为你死 使你与神和好 你的过去已被涂抹干净 他保障你永恒的未来之安全 他在你面前展开一个新生活 满有新的潜能和力量 不论你过去如何 这应许都对你有效 大门已动开 切莫在迟延 你只需开步迈向自由 在众人面前承认他 相信他有能力 使你过一个 讨他喜悦的生活 奉主的名 阿们